基本上我覺得他們的內容啊 完全就只是在回應所謂的四叉貓的屁股 我必須講為什麼 這個陳志涵跟黃珊珊 就是跟著四叉貓的屁股啊 在這個趕羚羊去吃草 把草的信心都吃掉了 為什麼他在解釋關於便當廢的這個部分 他們雖然承認說是兩張這個發票 然後登載錯誤嘛 可是問題來了 你這樣一解釋請問一下 那剩下的九十幾萬的金額誤差 去哪裡了 錢去哪裡了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嘛 那第二個 關於很多人認為 你去租這一個兩台車子 宣傳車的駕金跟市場的金額是不符合的 但你只解釋說 政治現金法租車是合法的 但是民眾只想要問的是 為什麼木可可以用這樣的金額 去租車子嘛 所以他完全沒有解釋到 另外還有關於辦活動的經費 四百多萬 那台南的這個黨工們的表示 意思是說 我們都是無償幫忙 不管是水啊等等 我們也拉了很多的贊助跟地方的協助嘛 請問一下價錢為什麼會這麼高 但他們卻拿出賴清德 一千七百萬辦了十場的會來說 我現在問 一千七除以十 也不就一百多嘛 所以 我認為就是 黃珊珊跟這個陳志安的說法 其實不只沒有跟事實 這個去接近 更讓人家起疑鬥的是 明明昨天柯文哲黨主席說 我們好像沒有內障 請問一下 沒內障的話 今天記者會是怎麼開的 所以 到底是誰在說謊 到底有什麼事實是不能公開讓大家知道的 搞得每一天我都要回應 那其實還蠻奇怪的 霧燈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金額 然後燈上去跟我們的原始品真的不同 第一張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也就是之前大家一直爭議說 九十六萬多的便當 那事實上它是有兩筆支出 一筆是九百六十元 一筆是一百一十元 但是在會計師善打到監察院系統上面 它是變成了九十六萬一百一十元 也就是這兩筆是明顯的霧燈 這個霧燈造成的結果 當然會有總金額的短差 這個也是我們其他正在比對的時候 要做的相關的清查 下一張 第二筆霧燈 我們目前找到比較大筆的霧燈是 有一筆五萬六千元的雜汁 它是去購買蜂蜜 那這個五萬六千元呢 被會計師誤登為五千六百元 也就是差了將近四萬多元 下一張 好漏燈的部分 這幾天我們再把所有的單據 我要先說明 我們會有原始的憑證 然後會有惠侃的記錄 但原始的憑證裡面 會有支出傳票 支出傳票上面可能會有非常多筆 所以我們要一筆一筆的去比對 那中間可能就會有產生所謂的漏燈 也就是我們支出傳票上有 也有憑證 但是在監察院的系統裡面沒有看到 這些就叫做漏燈 首先我們大概 這兩天找到比較大筆的是 有一筆 馬克杯的製作 兩萬九千六百元 在監察院系統上面沒有 但是我們有發票 有傳票 有憑證 也有匯款記錄 但是沒有登陸在監察院的系統 還有一張 來上一張 另外一張是克制 克制瓦的訂做 也是三萬兩千七百六十億元 這個也是有憑證 有單據 但沒有被登陸 下一張 那另外還有一筆是 一年軟體的使用費 這是去買一個軟體的授權 一年的費用大概是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元 那這是國外的網站 是五百八十七塊美金 接下去露燈的部分 這邊就是在這幾天 比對過程裡面 非常辛苦 但是也必須要把它找出來的部分 就是你會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細項 甚至很多是 最多的可能是計程車費 住宿費 高鐵車票 便當錢 那中間還有很多的停車費 這些都有單據 支出傳票也有 同樣的沒有在監察員的系統裡面被找到 大大小小 不一定 所以有的兩千多塊 四千多塊 也有二十塊 六十五塊 這種相關的金額 那現在同仁都在一張一張傳票 跟一張一張憑證來做比對 因為當時我們所有的支出傳票 其實都非常完整 這也是列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 光停車費 餐費 還有相關的住宿費 其實都有 有一些被漏燈 這樣 哩哩哩哩哩 加起來 現在已經有七八十筆 那我們慢慢的會一筆一筆的 把它列出來 到時候會跟監察院一起的做更正 接下去 我們就是外界最近對我們的質疑 我們希望有機會 一一的來跟大家釐清 最近大家在問說 訪美行程 美東團的車資 為什麼超貴 這裡是兩筆 有一筆是 柯文哲主席的美西團 但是在監察院的系統上面 他誤登為美東團 那真正的美東團是吳欣營他 去的東部 所以這是兩個行程 兩筆錢 但是在 Kee-in的時候 把美西團也誤列為美東團 所以變成我們好像 我們去美東包車的費用 就非常非常的高昂 但是相關的單據 都是由旅行社提播 旅行社裡面有相關的內容是 這些團費 都包括了包車 司機 領隊 餐費 住宿 跟雜資 也就是 不是包車錢就80萬 這個也是在 登陸上面 應該是說登陸上面沒有把完整的系項 放上去 這就如同很多的 所謂的備注欄的部分的說明不完整 而造成了這樣的誤會 所以美東跟美西是兩個團 不是同一個團 好 下一張 接下去有人質疑說 我們的面紙花了900萬 是不是很貴 第一 我們做的面紙的這筆 項目 所包含的內容裡面有包括了面紙 菜瓜布 棋子 各種小物 他整個面紙是1.36元一包 菜瓜布是3.9元一包 這個都是由我們競選總部 還有地方黨部 志工團 度戰隊 監票部隊 他們每天在街頭上去發放 所以這個900萬是全國各地 所有加總起來的金額跟數量 並不是單一一筆錢放在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很清楚是全國各地 所有的陸戰隊在路上 跟民眾敗票的時候 所使用的宣傳物資 瑞士想要請問一下就是關於民眾黨剛剛的記者會 你覺得他們講的內容有 就是有遭到養處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的內容啊 完全啊 就只是在回應所謂的四叉貓的屁股 我必須講 為什麼 這個陳志涵跟黃珊珊 就是跟著四叉貓的屁股 在這個趕羚羊去吃草 把草的信心都吃掉了 為什麼 他在解釋關於便當費的這個部分 他們雖然承認說 是兩張這個發票 然後登載錯誤嘛 可是問題來了 你這樣一解釋 請問一下 那剩下的九十幾萬 的金額誤差 去哪裡了 錢去哪裡了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嘛 那第二個 關於很多人認為 你去租這個兩台車子 宣傳車的駕金跟市場的金額是不符合的 但你只解釋說 政治獻金法 租車是合法的 但是民眾只想要問的是 為什麼 木可 可以用這樣的金額 去租 車子嘛 所以他完全沒有解釋到 另外還有關於辦活動的經費 四百多萬 那台南 的這個 黨工們的 表示意思是說 我們都是無償幫忙 不管是 水啊等等 我們也拉了很多的 贊助跟地方的協助嘛 請問一下價錢為什麼會這麼高 但他們卻拿出賴清德 一千七百萬辦了十場的會 來說 我現在問 一千七 除以十 也不就一百多嘛 所以 我認為就是 黃珊珊跟這個 陳志蘭的說法 其實 不只沒有跟事實 這個 去接近 更讓人家起疑鬥的是 明明昨天柯文哲黨主席說 我們好像沒有內障 請問一下 沒內障的話 今天記者會是怎麼開的 所以 到底是誰在說謊 到底有什麼 事實是不能公開讓大家知道的 搞得每一天 我都要回應 那真是還蠻奇怪的 另外想要問一下 就是關於四叉貓 其實早上還有在報 他說因為就是 陳志涵有回記者說 他有自掏腰包來幫黨部 辦尾牙 那是不是有這個 回捐薪水的疑慮 他是會遵循高鴻安模式嗎 其實基本上 我要幫陳志涵說話 他絕對是一個有良心的主管 所以一個月 平均雖然有20萬 但他還是願意掏錢出來辦尾牙 相當的偉大 另外也寫出了感動的文 他去這個大甲媽祖遶境 非常的辛苦 我想這一切的說明 都讓人家覺得他是這個 爽假痛 就是020萬很爽 可是他假裝他很痛 還要這個花錢請大家吃飯 那我認為這一再的都凸顯 關於民眾黨 非常多黨工啊 內心的不平衡 陳志涵想問一下 因為他的民眾黨的 支持者會 然後都一直提到賴清德 跟蔡英文 是想要把他們一起拉下水的意思嗎 我認為喔 就是現在 民眾黨沒有辦法 清楚的解釋自己的事 但卻用其他的方式啊 旁敲徹擊的這樣的戰術 其實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包含連小草 或者是民眾黨黨內的人 都只想要聽你這個 競選總幹事 跟副總幹事 要怎麼樣有責任的 把賬的問題查出來 說明清楚 還給小草 付出這些錢的公道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提到別人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用 他其實在問一個是 AXX貓就是有說 陳佩琪發的生日文 然後左上方 好像出現的是柯文哲的照片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會覺得說他們之間 夫妻的不滿情緒 又會再提高嗎 因為這個 齊家治國平天下 我相信柯文哲現在 恐怕連國家 治理的能力都沒了 現在積極的 想要表現這個 齊家的動作 所以 齊家就是佩琪的齊 所以呢 這個大家來看 這個齁 很清楚 很清楚 這個陳佩琪說 老公啊 偷偷的吃他的蛋糕 老公有真的偷偷嗎 沒有 你看這個畫面 網友把他 Rune in 再Rune in 出現了這個印子 雖然我們查不到內臟 但我們好像看到的內褲一樣 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麼貼心的幫這個陳佩琪拍照 我想如果是這個柯文哲的話 我想他現在正在進行一場 家庭的力網狂瀾 也就是說他跟陳佩琪其實沒那麼不熟 我想大家不要為他擔心 誰想再追問一下 就是說 柯文哲之前都是以SOP為自豪 那之前呢 他其實在幾次選舉 都有SOP 那為什麼這一次沒有SOP 那是不是遇到柯友有這個SOP就失效 我們很清楚啦 就是關於這個民眾黨 他們一直以來啊 都有這個關於這個 財務委員會 奇怪 為什麼碰到總統競選 這麼重要的競選 居然沒有這個委員會 到底是 刻意的讓他不存在 還是說不小心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話 我說實話 柯文哲連自己都沒有辦法管好 憑什麼管理大家 那甚至他自己曾經也提出啊 要去管理金管會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 他這樣越解釋越怪 如果 說真的啦 會不會是這個財務委員會 其實就是木可公關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 謝謝 謝謝謝謝 我